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拜登下个礼拜会公布一个增援方案 对象包括了是以色列 乌克兰 还有台湾在内 或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 在7号突袭以色列之后 伊朗是否能够取得这一笔资金的问题 现在成为了交点 美国在上个月和伊朗是交换了囚犯 华福在协议中是允许被美国制裁 冻结在韩国的伊朗60亿美元石油营收 在这一方面是允许他可以转到卡达 而不具名的美国高阶官员则说 伊朗是无法在近期之内取得这一笔资金的 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 美国财政部会监督所有的支付的款项 确保用途仅仅是在用于人道主义的目的 而有多家媒体在昨天就说 美国和卡达已经同意阻止伊朗获得这一笔资金 那么下个礼拜呢 在现在白宫发言人尚皮叶表示 下个礼拜总统就会向国会提交补充资金的请求 只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那么看到布林肯就是国务卿呢 在现在呢他访问在以色列方面啊 那么在这个国务卿跟以色列总统纳坦雅胡 那么在到访在会面的时候 那么纳坦雅胡展示了就是害人的死因的照片 控诉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 上个周末在以色列杀害了这一些婴儿 布林肯向媒体描述 他在这个照片中看到的情况 那么他也表示任何有人性的人 都不忍见到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美国总统拜登也对这一些来自以色列的影像表达愤怒 他们说从没有想过自己会看到 真的有恐怖分子斩首婴儿的照片 另外呢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也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 会面时则提出警告 在以色列准备对加萨走廊进行大规模攻击 来报复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之际 应该避免让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以及波及到邻国 根据约旦王公的声明 阿卜杜拉二世向布林肯表示 这一场尾巴冲突不应该波及邻国 而使得难民的问题更加的恶化 那么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这个冲突 人道问题现在已经复之这个台面了 根据媒体从国际法的角度来报道分析 指出两项原则 一是战争的原因和手段 分数不同问题 二是平民必须要保护的保护 哈马斯在7号大规模突袭以色列 以色列随后猛烈反击加萨走廊 哈马斯的暴行和以色列的报复性的轰炸 以及彻底的封锁了加萨走廊所带来的死伤 还在网上攀升 那么媒体认为 这样子尾巴冲突再起 仍然应该还是以国际法来作为一个依规的 好在接下来呢 我们也看到呢 在这个尾巴的战争啊 这个冲突当然国际界有支持的 有反对的 以色列和白宫都同步在昨天谴责前美国总统川普 他一边赞扬获得伊朗支持的 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很聪明 一边批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没准备好因应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攻击 共和党籍的前美国总统川普 说以色列的死对头黎巴嫩真主党很聪明 并且指控纳坦雅胡没有准备好 以色列的通讯部长说 川普对支持者和电视访问中的发言显示 川普不可靠 白宫赋新闻秘书则形容川普的言论是危险发神经 另外在全球挺巴勒斯坦人抗议活动预计在今天要登场了 美国执法当局升级了维安措施保护犹太和穆斯林社群 但是也呼吁民众继续续维持日常生活 在美国两大人口最稠密的城市纽约市还有洛杉矶 警方表示他们将会加强巡逻 尤其是在犹太教堂和犹太社区中心的周围 但是有关当局也表示他们没有接获任何确切或者是可信的威胁 其他方面的新闻和中国相关的 有四名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要防堵中国企业 透过海外子公司取得美国人工智慧 也就是AI晶片的漏洞 美国在去年公布了向中国出口AI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的新限制措施 试图阻扰中国军事上的进步 这个举动也动摇了美中关系 这些规定预计未来的几天内会在收紧而更为的严格 第一波的限制措施当中 拜登政府让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 还可以不受限制的获得相同的半导体 意味着这些公司可以轻易把相关的产品转运回中国 或被中国的用户取得 那么现在在美国方面规定禁止的晶片 是可以从中国深圳著名的华强北电子园区买到的 美国政府也正在思考如何堵住这样子的漏洞 下边则看到美国国会跨党派委员会一份报告则指出 美国可能必须要同时嚇阻中国与俄罗斯两个核武对手 而且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委员会发现中国可能会对台湾不采取行动的成本高于于美国因为台湾发生冲突的成本 由12位跨党派议员所组成的美国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 他们提出了这是一个长达160页的报告 那么在这里呢报告当中就是在审视美国的核武能力 并且针对美国军力态势调整提出建议 接着我们再看到的是美国军方官员在昨天向联合国成员展示 在乌克兰发现的伊朗无人机残骸碎片 而五角大厦的说法则是这是伊朗与俄罗斯两国关系升温的一个证据 在昨天有40多个会员国的代表与会 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官员说 这现场展出包括见证者101型 还有131型136型无人机的残骸 那么表示呢用这些证据指控伊朗协助俄罗斯侵犯乌克兰 下边呢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在这个美国的经济啊 美国的公债市场在昨天遭遇到2020年3月以来最惨的一天 导火线是美国9月通货膨胀数据高于预期 还有昨天新标售的美债需求比较疲弱 刺激了30年期的美国的美债的殖利率再度飙升 一度要升15个基点 尾盘升幅收敛在16个基点 创下了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 在美国爆发以来最大升幅记录 30年期的殖利率如今现在达到了4.86% 比上周登上的数年高峰这个将近二低了将近20个低点 而美债殖利率只跌回升 也让外界担心会触及新的里程碑 包括了10年期美债殖利率冲上5% 而债券价格的走势和殖利率是相反的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借 而在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把这个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请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首先看到在尾巴方面 以色列与加萨走廊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之间再度开战 国际间忧心冲突什么时候停歇 忧心这个伤亡会到何种程度 专家研判以色列军队集结地面部队 准备要打进加萨 下周将会是一个关键 短期之内这个战事看起来难以平息 以色列军队正准备对加萨发动地面作战 目前在加萨走廊的边境集结 以色列遇袭之后对加萨实施了彻底的封锁 也切断了对加萨230万贫困居民的水电燃料 还有食品的供应 那么在现在呢 以色列军方稍早已经要求加萨地区北部居民往南迁移 预料可能即将要展开地面入侵 联合国谴责这一道疏散令 不过随后宣布他旗下服务的巴勒斯坦难民的组织业务 和外籍员工要移往南方 联合国境东巴勒斯坦的难民救济公署 在社群平台上已经表示 要把工作和中心的这个员工迁往南部 以色列军方在稍早提出警告 加萨地区北部大约110万名军民 必须在24小时之内逃命 另外呢也看到这是以色列的军方是持续的空袭巴勒斯坦自治区加萨走廊之际 那么媒体则说加萨走廊武装分子则在今天向以色列发射了数百枚的火箭 表示在这个加萨走廊武装分子 是接二连三在15分钟之内朝着以色列发射了火箭反击回去 而在以巴的烽火再起 伊朗的外交部长爱密拉多拉安则在昨天说 持续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罪行 将会招致轴心的其他成员采取行动来回应 而且需要由以色列承担后果 虽然没有明确说明 但是抵抗轴心指的就是伊朗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叙利亚 和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的派系之间的联盟 另外也在联合国就发出了这个紧急呼吁 他要求募款两亿九千四百万美金 来解决加萨和遭到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最紧迫的要求 而在近日已经有超过四十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 这笔资金将能够帮助一百二十多万人 并且补充的说到近日发生的一把冲突 将会使得在当地援助团体没有办法取得足够的资源 好 下边我们把焦点转到这个亚洲 先看到东京的报道 日本众院议长西田博之在今天以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为由 宣布辞去议长一职 但是仍然有意继续担任国会议员 自民党现在正在协调前财务大臣 这是俄赫福智郎来接任议长的职位 西田正式的辞职 是继2015年因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请辞的丁村姓孝之后 又一位在任其中请辞的众院议长的这个担任的人选了 接着呢 日本文科学省在今天 已经在以民法上不法行为等理由 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解散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也就是统一教的请求 而法院方面已经受理此案 那么在这是日本行政机关 以违反法令为依据请求法院下令解散宗教法人的第三例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呢 日本的慈福列车中央新干线 位于山梨县内的第一南聚模隧道 已经在今天贯通 这也是东京到明古屋之间实验线以外的主线 首度贯通的隧道 到日本去旅游的游客们 现在又多了一个地方 可以去看看 可以去体验了 而随着以色列和加萨走廊的紧张局势升温 日本政府也在今天宣布安排了一架包机 预计明天会撤离 希望可以离开以色列的日本侨民 而这架包机预计将会飞往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那么在北韩方面 则看到北韩在今天否认 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 是用北韩的武器来攻击以色列 那么说部分媒体报道的这项说法 是美国要试图把这一场冲突的责任 转嫁到第三国的身上 好 新闻看到在泰国曼谷的报道 泰国新任总理赛塔将在16到19号 会要造访中国 他要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发表他要发表的是关于绿色经济 还有永续发展的影响 那么赛塔也将会率领泰国企业家 寻找能够加强两国贸易和投资的机会 好 我们这是带给大家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再带给朋友们的 将是来自两岸方面的最新消息 先看到在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12号应约同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通了电话 双方重点就巴以冲突交换意见 那么在对方则表示 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恢复和谈 在这个八方愿意同中国方面密切的协调 共同推动局势缓和 王毅则表示 中国方面呼吁尽快召开更权威 更有影响力的国际合会 推动国际社会以两国方案为基础 达成更广泛共识 并为此制定时间表 还有路线图 接着我们看到呢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日到江西去考察 昨天他主持了一场 这个是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品质发展座谈会 他强调的是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根据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国务院副总领丁薛祥都出席了这一个座谈会 那么在听取发言之后 习近平也指出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品质发展 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取得的成效还不稳固 客观上也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要继续努力加以解决 而他也表示长期以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品质发展 根本依赖长江流域高品质的生态环境 那么也提到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 将长江经济带的科研优势 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积极开拓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接着我们看到关于就是澳洲华裔记者程雷 已经在这个日前行买获释回到了墨尔本 但是被控间谍最遭中国关押超过四年的 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均 在这个礼拜再度遭到延期宣判 重病缠身的杨恒均能否获释 现在也成为中国与澳洲关系 接下来的另一个焦点 另外也看到中国将会在17时8号 要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发布 在16号零时到19号夜间12点期间 北京将会禁飞低慢小航空器 在现在呢 今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已经宣布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接下来的17-18号在北京举行 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 并且发表主旨演讲 那么现在在要安全方面呢 所以呢 现在一带一路论坛举行期间 北京已经开始 就是从16号零时起就禁飞低慢小航空器了 好 接着我们再看到中国国家队中央汇金公司 在日前增持四大国有银行的股票 消息传出之后 在美国中概股以及在昨天的大陆和香港的股市 相继映升上涨收红 也有分析指出 汇金公司在此之前都在股市低迷的时候进场互牌 这个举动是有力提振市场的信心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跟汽车的产销 中国9月份汽车产销量都创历史同期新高 在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占比提高到三成 一到9月汽车出口量年增六成 在中国9月份汽车产销分别达到了285辆和285.8万辆 在平均的话 月增是10.7% 分别年增6.6%和9.5% 产销量都是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下边我们来看的是香港方面的报道 摩根斯丹利放弃了对香港房价在今年会迎来反弹的 过于乐观的预期 现在则认为在今明两年价格都会下滑 此外摩根斯丹利也预测在2024年平均销售价会下降5%到10% 这家华尔街投资银行也将此归咎于负担能力不足 土地供应增加租金收入不服成本 以及在香港的股市迈向连续第四年下跌的背景 投资人信心减弱等因素 好 我们在这里带给大家的这是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而接下来我们的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棒为朋友们播报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香港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蔡英文总统今天接见加拿大国会议员访问团 总统表示 台湾是加拿大在亚洲地区的第五大贸易伙伴 加拿大的印太战略也强调提升双方的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目前台湾和加拿大正在讨论洽签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 要为双方开创互惠双赢的发展 他也期待加拿大能支持台湾加入CPTPP 总统说 台湾是全球第21大经济体 不仅是世界重要的贸易伙伴 也在全球供应链扮演关键角色 明年加拿大将担任CPTPP的轮值主席 我们希望加拿大能够支持台湾加入CPTPP 一起为区域的繁荣发展贡献心 加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共同主席麦唐诺则表示 加拿大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台湾的重要 也越来越支持台湾 希望深化彼此的伙伴关系 麦唐诺指出 台湾拥抱民主 为世界做出许多贡献 他希望中国也可以如此 但在这天来临前 加拿大绝对会与热爱自由及民主的台湾站在一起 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率部会首长到立法院接受施政总咨询 民进党立委林楚音表示 现在中共设定民生议题为主 作为认知作战一条龙产业链该如何因应 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 现在确实有很多认知作战不断浮现出来 已经就涉及行政院所有部会 舆计中错误假消息做急速回应 也请发言人林子伦、政委罗秉承 只要有任何一个问题需要跨部会回应等 快速、正确、精准的回应 陈建仁说 因为有很多的问题都是跨部会的问题 我们需要跨部会去回应 而回应很重要的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快 而且要正确 然后要很准的去回应这个问题 而且我是希望他们任何一个错误的 这些假消息一定要在一天内需要回应 而且要透过各式样的管道 让民众去了解这是一个假讯息 林楚云表示 中国对台贸易壁垒调查时间延长到明年选举前一天 是否会担心经济部长王美花受影响而面临下台危机 成绩人力挺王美花称他表现相当杰出 操作类似的假消息 认知作战 选举选到这样真的很没格调 也误导国人看法 像ECFA对台湾影响越来越小 在此情况下还在用ECFA不是很好的方法 另外 民进党立委罗美林质询师表示 台湾目前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百万余人 对于通议的需求大幅增加 但分析各部会培训通议人员的做法各唱各的调 导致资源分散 人才投入意愿不高 陈建仁今天说 内政部已拟定事办计划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亿已经开会延商 未来希望能统一通议制度 内政部长林又昌说明 行政院非常重视这个课题 而且在行政院新著名事务协调汇报中 做出相关指示 而内政部在八月将通议制度 精进事办计划报到行政院 林万亿在九月有开会延商 林又昌说 我们会先责定越南 印尼 泰国 缅甸 柬埔寨跟费宾六国的语言 那另外会先针对 特别针对三大类的通议类别 分别是司法通议 公共事务通议 还有外语咨询通议的人员 这三类来强化 有关培训课程 林又昌指出 目前初步规划基础课程的时数为六小时 专业课程至少八小时 关于实习或后续认证部分 会进一步研议 通议费用如果一小时只有三百元 的确比较低 会进一步讨论 符合实际需要 而各部会的需求不大一样 会再来检讨 关于受刑人能不能在监索投票 中选会主委李静勇今天在立法院表示 现行选霸法并没有规定不在即投票制度 即便在监索投票 介护人员不能进去圈票处 监索必须考量安全问题 针对法院裁定准许受刑人申请的假处分 李静勇表示 假处分裁定有待商榷 中选会将提起抗告 一名受刑人不满在监索不能投票 被剥夺投票权 因此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假处分 要求桃园市选举委员会 在举行选举时 在台北监狱设置投票所 北高行12号裁定 准许该名受刑人的假处分申请 对于受刑人能不能在监索投票 李静勇表示 现行选霸法没有类似外国不在即投票 缺席投票制度 在监索设置投开票所 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监索也没有足够人力借护受刑人投票 北高行的裁决有待商榷 将提起抗告 以巴冲突越演越烈 波及平民 而且有一般民众被哈马斯绑架 各国展开撤侨行动 外交部次长李纯 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受访表示 目前没有考虑撤侨 台湾侨胞多数已经在以色列落地生根 而且目前以色列陆运空运交通顺畅 并没有立即撤侨需要 但外交部会随情势发展做动态调整 李纯说 目前还没有考虑撤侨问题 因为撤侨其实 你要看我们在当地侨胞的需求 那我们当地很多侨胞 一方面站在那里已经落地生根了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第二个最重要的 以色列现在其实空路的交通 其实都还是维持顺畅开放的 包含空中运输跟录音通过约旦 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立即撤侨的需要 如果我们会随时的发展 随着这个发展的变化 再来做动态的调整 李纯表示 以色列旅游仅是原本是黄色 外交部已经调整为橙色 提醒国人避免非必要旅游 他说外交部将以色列和加萨走廊 分开列灯号 加萨走廊本来就是红色 以巴冲突紧张情势没有化解 外交部会动态更新旅游警示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7号突袭以色列 以色列随即向哈马斯宣战 并且彻夜轰炸加萨 一名在加拿大博士班做巴勒斯坦研究的 台湾学者王冠云 接受央广电话专访时表示 他的先生是加萨人 他先生所有的家人已经胡家可归 生死未卜 当地更是几乎被夷为平地 许多平民命丧皇权 他说 他们目前现在我在跟你谈话的当下是生死不明的状态 因为我们在谈话的没多久之前 他们才收到消息说要请所有在北部的加萨人全部撤离 因为有可能要一次很大的大空袭 那在我们今天谈话之前 其实两天之前的时候 我先生他们家已经就是被夹掉了 他们原本有一个在加萨是有个家的 但是在前两天的时候 以色列军队就已经派军舰将他们的整个社区 就是直接无条件轰炸 所以基本上那里没有离开的平民 全部都已经被埋在里面了 王冠云沉痛地呼吁大家看待这波尾巴冲突 千万不能单从10月7号这个时间点出发 请不要忘记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殖民 失去人性尊严长达75年的历史 他认为去猜测哈马斯背后有哪些国家势力扶植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世上没有人会甘心活在没有人权 没有自由没有平等尊严的地方 就算以色列这次把哈马斯成员全部炸光 依旧会有下一批巴勒斯坦人自愿起身 抵抗以色列的殖民 以把冲突恐怕就只会一再重演 继续来关心的是 中华邮政董事长吴鸿谋 今天携手工业研究院董作李世光签署战略合作 由工研院顾问团 为中华邮政培训出30名超邮潜力之心 以强化行动邮局APP的功能 同时提升客户灵贵体验 迈向数位创新转型的目标 吴鸿谋更是发下好语 要让这家百年老店再战百年 那我们希望邮政公司一定要体认到 现在外面的变化非常快速 未来如果这一家百年老店 还要再战百年 必须非常有勇气的 做一些革新精进 才有办法提供更好的服务 那我们希望这一次跟工研院的合作 培养更多的数位转型的年轻种子 提供更美好的生活 给我们所有全国的人民 李世光也肯定中华邮政此举 将成为国际邮政转型的典范 工研院指出 未来将针对中华邮政 量身打造虚实融合OMO行动方案 以行动邮局APP为入口 优化线下服务流程 预期将简化三成服务流程 提升五成资讯化流程 同时带动三成以上的线上支付数 邮政会员数也渴望增加一万名以上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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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